平安欢迎收看好消息国度瞭望 我是孔庆雅 江文琪老师创办的《从怀疑到相信》课程 专门为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所设计 透过一对一的方式来讲解 真理在疫情下 也可以借由线上视讯来授课 让福音的传递没有界限 疫情中也要持续传福音 由江文琪老师在2002年编制研发 从华人背景切入 针对多数人对于信仰的疑问 经由读经祷告 圣灵启发 及传道人分享资料 汇整而成的《从怀疑到相信》传福音工具 利用理性 科学 历史的角度来看圣经 借着一对一分享带领上千人信主 这个工具因为这样子去一对一以后 信的点清楚了 信的证据就被解决了 那对方不只看到我们的爱 同时也看到证据就跟我们进教会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课程 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 我可以参与在从一个人完全不认识上帝 然后到他们开始认识上帝 认识圣经 然后一直到他们可以亲自的去经历上帝 完全不认识耶稣的这四个 未信主的朋友 然后有四个里面三个都觉知 那有一个说愿意继续认识 但是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但我相信这个福音的种子 已经撒在他们心中 那我相信上帝会继续动工 纵使疫情期间社交距离受限 但从怀疑到相信 这一对一传福音的课程 却是扩张到网络发展 如今在全球已经有九千多名装备好的工人 可以受拆遣 透过视讯的方式 跨越时空和国界的限制 让福音无远福借地传递 用线上的方式会让人更有意愿 好处就是我们约好时间 我们两个同时上线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对课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上一课 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学员是在德国 世界上有所有的宗教 他都应该走一遍过的 那他自己在对课之后 亲口跟我讲 他说他真正找到一个 他对他人生很有意义的信仰 从怀疑到相信团队 不仅持续开课 来培养和装备福音战事 也架设全新网站 要来陪伴卫信主朋友 认识基督信仰 最后转介到各地的教会 跟进牧羊 看见福音果子持续成长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 我们可以有一套传福音的工具 就是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可以跟他们一课一课 就把福音 为什么你可以相信福音 把它讲进去 他需要那个感动 他需要那个理由 他需要那个那种 让他可以真的相信 就是需要经历神 我觉得传福音内容很重要 但是圣灵更重要 所以我认为 他这个从怀疑到相信是 用圣经传福音 让圣灵运行 让圣徒行动 这样的一个三圣的福音 今年第16年 我们开始做这个 第一次做这个线上 所谓的见证分享会 我们也期盼过去 因着我们在15年成长当中 很多时候那个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教会的需要在哪里 也不是那么成熟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 如果当时没有做成功的 或者有的工人 当时没有能够跟上来的 我们期盼今年618 他们能够在这个 分享 见证分享会当中 看到很多人成功的案例 而且看到今年怀乡 可以更多的带给 教会跟弟兄姐妹 什么丰富的资源 全球疫情仍未趋缓 但却挡不住基督徒 传福音的热情 怀乡团队在6月18日 台湾时间上午10点 举办了 我愿为你去 线上分享会 会中扭转了弟兄姐妹 传福音很难的观念 并期盼在人心黄黄的时代 一起加入传福音的行列 以上是GOOD TV新闻中心 台北采访报道 从怀疑到相信的 见证分享影片 6月20号之后 都可以在怀乡的 YouTube频道当中收看 那相关的课程 还有7月2号的 牧者座谈会 会有更多的相关资讯 可以搜寻 怀乡的官方网站来查询 那在5月中旬 至于美国勘萨司成 聚集了7万多人 在体育场一同敬拜祷告 网络上只是超过万人收看 会中也看见 下一代的兴起来回应 宣教使命 由IHOP KC AWAKEN THE DOM The Sand 共同发起的 The Flow 洪水特会 5月中旬 连续六天 累计有7万多人来自北美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和带导者 在美国堪萨司城敬拜祷告 同时也透过 外展活动分享福音 最后一天 有数个宣教组织 会聚在阿罗黑德体育场 和The Sand特会 万人敬拜歌声 更是充满整个城市 我们在40年 从当时Bob Jones告诉我们 我们会在特朗曼的地区 在24天的祈祷 和歌手和音乐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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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人们在全世界 看着我们 在充满电视台 我们在40年 等待他们 这场七万人的聚集 相信纵旨在末后世代 市局动荡失序的时候 正是新一代信徒 要被兴起的机会 宣告必有一波 爱耶稣的运动 活动发起人之一 青年使命团领袖的安迪伯德 代表年轻人发声 呼召众人举携宣誓出发 执行耶稣的大使命 我们会跟我们 在唬一对 我们在坏 闪到那些 在等待 那些呢 có 让 Gent 我们会 认识 那 states 祈祷 正在 道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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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 Casey 避麦可牧师 致力培养新世代 为耶稣燃烧 为以色列带导 并宣告上帝对当今世代 将有神的大家庭计划 这就是32年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从来的每天的联系中 他说 但我还有一点重要的 当神说了我 几几分钟前 他说了我 他会发生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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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 我们不必须 我们不必须 day with regret I ask that you would mark people tonight they would settle it this is the primary mandate of their ministry they we want to join together and say yes and serve others in the body of Christ as we do that we call forth the million intercessors that are going to stand behind the 200,000 missionaries going forth that's our short term and then the hundred million intercessors for Israel that's long term over decades so god release the grace of god release the grace of god the beauty of jesus the first commandment it takes god to love god we ask for that increase in jesus name 开萨斯城的万人祷告运动象征这世代迎接上帝国度的那很深也期盼为以色列兴起敌意代祷者让以色列丰满的奥秘在全地都充满上帝的荣耀 以上是goo tv 新闻中心整理报道 中华爱传资讯媒体发展协会为了回应父亲祷告小组rpg祷告运动推动了rpg祷告中融入爱之语的行动用服务礼物称赞拥抱陪伴再加上祝福祷告来传递上帝的爱 疫情期间父亲祷告小组rpg运动持续进展中华爱传资讯媒体发展协会不仅在牧者国事论坛推广rpg结合爱之语行动并且陆续开办网络研习课程 帮助教会把爱之语行动的称赞服务陪伴礼物及祝福融入rpg祷告外展传福音 祷告有一个东西最不一样的是我的整个祷告除了经文开始感谢 每次的rpg我都要他们为自己的家人信主为牧道友祷告 那最后才彼此带道 如果你rpg少了少了为家人朋友信主祷告 你少了爱之语的行动 那么整个rpg就只剩下就只剩下pg就是你只是prayer group 你没有复兴复兴一定是去爱神爱人 去领受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一定是去得人 rpg不只为家人信主祷告更用爱之语行动改善家人的关系 带出小组增长 曾献影的小组就从两个家庭增长到十个家庭大人 小孩及长辈近五十人 当我们去不无条件表明主的爱的时候 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 他们就会觉得说哇你们怎么这么爱我 所以你的神一定也是充满爱的 你的神也一定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们的信主就变得更容易了 他们会更愿意的来跟你说 我也想要认识这个信仰 我觉得你的神真好 你跟他传福音就变得更容易了 结合爱之语行动的rpg祷告 不但让福音生活化 也拉近小组家人彼此的距离 更成为疫情冲击下 教会小组逆势成长的策略之一 以上是QDP新闻中心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也带您来关心台湾 西海岸的福音事工 长期在偏乡耕耘的宣教士以及牧师们 发现到西海岸每一个乡镇 平均有五万八千人口 但是小教会居多 他们就共同创立了丰收 119关怀平台 提供西海岸小教会各种资源 让彼此在大使命的路上不孤单 根据台湾基督教教士报告 台湾西海岸有许多乡镇 低于每一千人有一间教会的比例 从美国来台38年的 和马可和路的宣教士夫妻 看见这个需要 以连接最多西海岸乡镇的 台一线及台十九线为名 在2020年创立了丰收119团队 包括长期耕耘西海岸 磐石乐团的谢洪文牧师 以及彰化北斗的在地教会等 陆续加入团队 希望创建一个平台 帮助极关怀西海岸弱势教会 及福音的开展 我们想给我们这个一项 我们就说运动 就是祷告运动 祷告 看学台湾都市的教会 或是开展开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 还和末期的教会有负担 为了看别的地方 看他们的邻居 还没信耶稣的 就是宣教的工作 台中如果有个据点 这个据点是丰收已久来承担的 然后来支援西海岸 未来如果这个模式不错 我台北也做 我高雄也做 我台南也做 让都市 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福音中心 或是不管是教会 能够成为这些西海岸的支援 他们每个月定期探访偏乡教会 走岛祝福 为有需要的教会 提供门徒培训并协助举办活动 今年我们在短老家 在上海国后 跟上海教会一起合作 来带来一个不经济的 这个Happy Family Concert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可以不断地陪伴社区的接近的教会 来再一起来出去团后面 其实在很多偏乡的传道人 长久以来好像已经习惯了在那个很荒凉的角落 好像也就是默默地这样胡适 我看见就是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教会 我自己是教会的牧师 我都感受到西海岸关海协会的动力 跟他们的支持 几年前 丰收119团队开始在彰化开天宫 服侍社区关怀据点共餐的长者 关怀许多孤独的心 像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会来陪我们吃个饭 然后会 他们有弹吉他 然后重点是他们唱 都是唱那个台语 台语歌 所以非常非常亲切 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温馨 就是引起一些感动 然后这些感动就会促成一些行动 我们就是看到牧师师母 学调师他们都这样在做 那可以感动我们台湾人自己来 为西海岸可以再更多地做什么 西海岸福音事工 目前已经是许多教会关心的议题 一群人一起 可以比孤军奋战走得更远更久 以上社固TV新闻中心 彰化采访报道 在西海岸有一间荒废了 二十多年的石龟西教会 五年前被重新改造 让附近的居民眼睛为之一亮 重新打造教会的传道士夫妇 也期盼教会这里要成为当地 显著的地标 还有福音的出口 石龟西位于斗南正南边 放眼无际的稻田 属于农村聚落空间 在这里的贵阁会 石龟西教会曾荒废二十多年 从暗黑到明亮 走过一段冲启的故事 2018年的一天 我们第一次来到石龟西教会 一路眼帘的是 破旧的铁门 残破的铁丝网的围墙 倒塌的十字架 破洞的屋顶 然后破裂的窗户 2018年 陈伟凡 邱举婷传道夫妇 决定投入这里 和许多人重新整理教会 传福音 其中的伙伴 有丰收119的和马可牧师夫妇 因着他们一起努力 教会重新发光 甚至成为显著地标 第一个感觉 哎哟 变亮了 地方变亮了 那时候在规划 随着一个调查人文地产情形 我就想说 这样我们贵队会要不要累 随着一个 像一个我们的社区的导览图 当中一个景点 我们有偶尔来 有看有人在里面 所以我们进来 哇 有人 在这里有祷告 就有一个祷告会 所以我们跟他们来 在一起祷告 祷告一阵子之后 和马可牧师夫妇 就随着陈伟凡传道夫妇 一起展开传福音行动 甚至带领一对父子信主 我爸爸他 来到这个教会 他也受洗了 然后我也是经常回来 死归系这个地方 然后我在家里面 就会碰到两位传道 还有那个路德师母 他们都常常来我家 我们所接触这里 比较多是年长者 那年长者 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去改变 那只能就是 就是跟他们做朋友 老人家其实就是陪伴 92岁的妙工 他没有上过任何的 基要真理的课程 可是他的真理非常清楚 徐大哥原本在淡水工作 因为时常探望 住在石龟系的老父亲 看见他不断受到教会关心 像是照顾家人般的细心 因着这样的爱 让他也信主受洗 像我爸爸在这里 像叶老师 每次都会去我家 载他过来 回去还要帮我爸爸做祷告 我都会听得到 我在旁边我都看得到听得到 所以我觉得很温暖 石龟系教会重启直到现在 还有一位重要的伙伴 叶老师默默的耕耘 每个礼拜都会开车 从嘉义到斗南 教导圣经课程 所以我们当接触他们的时候 就跟他们谈到 他们的家里情况 所以也有很多的 阿公阿嬷或是连长的 就对于 当然对于信仰会 他们不是很在意 他们会去谈到 他们感觉到 他们生活的无奈 有时候我们问他 你有身体哪个地方 有疾病吗 他就讲成讲 我说那我们为你祷告 从曾经的暗黑 到如今的荣美 许归西教会将继续写下 精彩的生命见证 让天使和世人观看 我们今天继续带您来看 从年轻就开始 幕会的幕师们的故事 那在云林幕会的温雪恩 他说他大学就被神呼召 要成为牧师 但是他毕业后 他选择先到职场工作 但当他再次看到 神学院的报考简章时 心中起初的梦想 还有现实之间的拉扯 他怎么回应呢 我的个性其实是稳重 对 就是愿意买 三十出头 就来到云林林内 长老教会幕会的温雪恩 说自己一定要在这里 待超过十年 在大学时期 深受马接故事的赶招 高想成为一名牧师来领人归主 不过毕业后 想先到职场上经历风华 但没想到一次次的升迁 却成为他回到起初梦想时 最大的拦阻 就会面对到一个两难 就是说到底 那种是以前那种 大学那种呼召还在吗 还是说 我是不是要因着现实来低头这样 还是说 就照着以前的办法 我可以用什么影响的专业 来服侍上帝好像也不错啊 不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瞄到神学院报考的简章时 赫然回想起两年前 跟上帝做的承诺 我愿意献身 让他下定决心走回呼召 因为深知传福音的价值 比这世上的价值更高 如果升上去 当然薪水会有变动 我觉得跟过去的工作经验 比起来相比 我觉得我是有热情的 热情的去做这些教会的服侍也好 学恩说当了牧师 让他觉得一切都对了 当牧师带着我们参观教会时 我们也发现在这栋教堂里 全时间服侍的只有牧师一人 但从牧师的谈吐间 不觉得他有孤单感 仍旧感受到满满的感恩 他几乎一个人全天后 stand by 在教会 常常也会遇到突如灯门的访客 耶稣救我 耶稣救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因为学生时期当了阵头 而有灵异体质的勇性 九年来的生活 常常被不同的灵体干扰 正当被影响到想要寻短之时 他说受惊业没效了 于是骑着车想来找找耶稣 自从被外灵干扰到之后 就是头只想的事情 都会变得很不见 就是比如说我想到这个 他变得之后感恩不见了 然后到最后就常常找牧师帮我 帮我用把那个耶稣的灵灌在我身上 同样也有灵异体质的朋友 陪伴到教会的过程也见证了耶稣 所以那种有一种光 很热 就类似会把整个身体感觉很温暖的样子 我是看到是整个人 在保护他 而自从遇见耶稣之后 谢永信也感受到那被圣灵管理的生活 现在如果说我不抽烟 如果现在要抽烟 他会变成的时候感觉 变成头脑会把你转过去 不想抽烟 如果说你又不洗澡 他会给你教你去洗澡 抓你的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来祷告 帮他保护 虽然他们家里的状况还是很多 或者说信仰的状况也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愿意来到教会 希望我为他们祷告 我想这就是福音的开始 也是帮助到他们 就是说在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都在 虽然学恩牧师常常自称自己不是很有野心 也或许只是上帝蓝图中的一小脚 遇到的即便都是过客 但人不影响他 不是每个灵魂的初心 头上师在二十多岁就回应呼召 如今在云林已经十五年的 庄信仁牧师 从某位初期 想用服饰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屡屡受挫后 他跪在上帝的面前悔改 不该照着自己的意思 而是要照着上帝的带领 从那一刻起 他开始经历到上帝对偏乡有极大的祝福 还有恩典 当来到这里的时候 对我有个很大的震撼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在一个乡下教会 然后在这样的景况 那时候大概全教会平均 聚会的人数平均八个人 聚会的年龄平均是六十七岁 擅长也热爱青年事工的 庄信仁牧师 三十出头就抽签分派到了 云林乡间 三十四年来 没有全职传道的 水灵庄老教会 他说他刚来的时候 快要吓哭了 因为一个孩子 青年都没有 上帝到底要他在这里 做什么呢 那年的时候 我在第一次开会 然后我就洋洋沙沙 列了好多的这个 我们在讲说社区事工的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的讲师 很委婉地告诉我 说传道 你可能不能把台北那套 拿来乡下用 在这里的每一刻 其实都还在为教会的 缺乏担忧之际 一笔刚好的奉献出现 事就将成了 然后我把画布单 交给他手中的时候 我的长老拿起这个画布单 我记得2008年的8月 他拿个画布单来说 他整个眼眶都红 他告诉我说 传道我一直以为 上帝不爱这里了 他说我从年轻 嫁到这里来 然后他看见 农村时候的教会 好多人 但是随时间改变 青年人的离开 然后没有人关心过这里 他觉得 是不是上帝不爱了 然后当他拿到这个奉献 他告诉我一句话 说谢谢你 我知道上帝爱这里 所以我想这个历程 对我们很重要是 这笔奉献 然后我记得我之后 在开会的时候 我的童公子跟我讲一句话 我到现在记得 他传道你是火车头 你冲我们跟 就这样社区的孩子 一个一个地加入 从教会八人的光景 如今成为百人的家 迎着牧师在陪伴孩子的路上 深刻地看见了自己的责任 就当我们告诉他说上帝爱你 然后你知道吗 爱你然后下一年就跑掉了 那种感觉就 我觉得在相偏向 在我们爱他们的过程 我们深刻看见 如果那时候的离开 对他们会是一个在信仰上的伤害 我觉得那个会感觉被遗弃 那种感觉就像说你说爱我 结果你为了更好的生活 为什么你的理想你离开了 所以我跟师母那时候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动 就是说十年 我说若神给我十年 我们希望在这个陪伴的过程 帮助他们找着 也训练这个教会的未来 那时候来的时候 我记得四湖大概就剩六到七位 长辈聚会这样子 对 然后这几年下来 因为谁的长辈年龄也增加了 对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整体说起来 只剩两位长辈了 我们也跟着牧师来到了 一位于云林的四湖长老教会 体验到了家徒四壁的氛围 神秀的钢琴 外露的钢筋道淡黄的纸张 栽栽的体现了 偏向教会上帝工人缺乏的光景 因为我是兼职 是一个礼拜 大概真正一个小时 打开门 做完礼拜就关 然后现在复国 他复时在这边 所以Always门是打开的 然后里面是亮着的 然后空间的感觉是开阔的 所以我想临时也有感受 他们应该感觉到差异 或是说看着水灵教会的恩典 也要把祝福都分出去 他期许自己在偏向的墓会里 就算只剩一个人 也要陪伴成为一起 把教会门关上的能位 今天其实一开始 并不是长这样子 那其实因为 这个教会在四五十年 然后墙壁跟整个建筑物上面 有很多臂癌的 牧师陪伴十多年的孩子们 看着牧师尾身的榜样 也都愿意回乡 承接使命 就是在信仰里面 看到自己的责任 就是我觉得我在教会领受了祝福 那我怎么把祝福分享给其他人 对 上帝让我呼召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是不是我可以陪伴这群青年人 他们面对神的呼召 支持他们完成神学教育 然后甚至他们更愿意尾身 在另外一个偏向去成就神的成就工作 看中神所看中 在乎神的托付 让牧师在从无到有的牧会年岁里 可以有信心地说 在偏向的牧会 可以不只是撒种 也可以收割 不小看自己年轻 牧师们都说他们只是在神的托付上 看见了自己的责任 那节目的最后 带你来看一部家庭电影 来自天堂的奇迹 这是一部真人真事真实的改编 那我们先来带您看看片花 进入炎炎夏季 GOOD TV家庭电影院将推出 疗愈等级五颗星 来自天堂的奇迹 由曾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 珍妮佛加纳单纲主演 真人真事改编 一个罹患罕见疾病 十岁的小女孩与生相遇的故事 母亲带着女儿到处求医 却无药可治陷入绝望之中 女儿某天游玩时 从九公尺高的树上坠落 昏迷中被消防队救出 奇迹发生 这段真实的经历 不仅由当事人写下出书 也被拍成电影 片中许多人对母女俩伸出援手 展现人性的良善 是最动人之处 六月十八十九日下午三点 尽情锁定十五台频道 以上是GoTV新闻中心整理报道 不要错过好消息电视台精选的周末 好电影来自天堂的奇迹 谢谢您的收看 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家人 我们下周见 咱们下周见